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天 近期Infinix Malaysia就发布了Note40系列的新成员 Infinite Note40X 它也是Note40系列里面的第六款手机 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看看这台手机的配置 Infinite Note40X是配备了一副6.78英寸Full HD Plus的死面屏 它还有支持120Hz的屏幕刷新率 屏幕风质量度最高是可以去到500nit 影像的部分它的前直镜头是采用了8MP的自拍镜头 后直镜头是配上了108MP的主色 再加上一颗2MP的微距镜头补助 性能方面是搭载了联发科天机635G的处理器 再配上LPDDR4X和UFS2.2的内存 Infinite Note40X这次一共有推出了三款颜色 分别有瑞色、黑色和蓝色 手机的电池是配备了5000mAh的大电量 再配上18W的快充 它这次也有支持DTS立体身双扬声器 还有内置MFC的功能 Infinite Note40X在马来西亚只有发布了一个版本 12加256卖价849 它的机身厚度是8.26mm 重量是去到201g 这一台就是Infinite Note40X啦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开箱 盒子里面会有送你一张保修卡 还会有给你一直开信卡的信卡针 也会附送一个透明的硅胶软壳 再加上一条TAP-C to USB的数据线 和一个原装18W的快充充电器 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Infinite Note40X的实体机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蓝色的版本 Infinite Note40X的背盖是采用了时尚的渐变设计 再搭配两颗厚值的摄像头 再加上一个闪光灯补助 这个是下方的speaker 这个是TAP-C的充电插孔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3.5mm的耳机洞口 这个是上方的speaker 这个是侧边放信卡的位置 这个是音量按键加跟减 这个是开关机按键 也就是指纹解锁的地方 从侧边看起来镜头模组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突出 在信卡的部分它可以支持两张信卡 再加上一张记忆卡 最高还可以支持到1TB Note40X的屏幕下巴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厚度 再配上一个中央打孔屏的camera设计 在屏幕的右边还有一个自拍专用的补光灯 Infinitore 40X的系统是用到XOX V14 Android版本是用到Android 14 它的屏幕刷新率可以支持60Hz 90Hz 最高可以去到120Hz 内存融合里面它最高可以扩展多12GB的RAM 这个是主镜头 这个是三倍镜头 它转的话最高可以转到10倍 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720P30帧 最高可以去到2K30帧 这个是人像大师 这个是超级夜景 更多里面它可以支持双景录像 延时摄影 慢动作 短视频 一键换天 专业 全景 超微距 文档 和AR拍摄 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前置镜头的冷像模式 这个是开启了三倍变焦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108MB超轻视效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后置主镜头 2K3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2K3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 在兜兜跑分里面 它最高可以去到404,111分 它的单核跑分是去到764分 它的多核跑分是去到2039分 在王者荣耀国际版它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高 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 王者国际版里面游戏帧率只可以去到60帧 达了三长排位平均温度保持在35到38度左右 在PUBG里面我们打开画面设置 流畅最高可以去到超高 均衡最高也是可以去到超高 高清最高可以去到高 HDR高清暂时不支持 这次Infinite Note40X和基础款Note40相比 Note40X配备了更强的处理器天机6300 还提供了12GB的RAM 再加上256GB的存储组合 当我们开启内存扩展的时候 最高可以扩展到24GB的RAM 屏幕的部分 虽然Note40X这个系列里面 唯一没有配备AMOLED屏幕的机型 但是为了确保整体的流畅度和使用体验 它还是有支持120Hz的屏幕刷新率 和500nit的屏幕峰值亮度 在续航方面 Infinite Note40X内值了1块5000mAh的电池 号称续航打游戏的时间 可以使用高达7.8个小时 拨打电话也可以达到17个小时 最后我们总结 Infinite Note40X这次主打的就是性能 在同级手机里面 它也是为数不多 在849这个价位可以给到你12-256GB的内存 而且还支援5G功能的手机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在850里面 想找一台性价比高 又要有5G功能的手机 都建议你可以考虑这一台 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 看看你对这次的Infinite Note40X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下方的购买链接 来去做下单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赶快来帮我们做个订阅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